焦点来看到日前台中一名妈妈推着婴儿车 带着刚满月的小孩到早餐店买早餐 要结账的时候发现婴儿车不见了 包包跟家里钥匙等物品都在婴儿车上 急忙报警求助 警方调阅监视器之后发现 原来婴儿车不是被偷走 而是滑行了四个车道 撞到公车站牌翻覆在路边 索性当时婴儿不在车上 也没有酿成事故 一辆婴儿车没有人推缓缓滑行 就这样滑过了四个车道 撞到公车站牌之后反覆 原来这辆婴儿车是32岁黄性女子 带着刚满月的小孩 推着婴儿车去买早餐 买完要结账却发现婴儿车不见了 家里钥匙包包等等物品都在车上 就怕是被窃贼给盯上 她慌得不得了立即向早餐店老板求助 来的时候是已经没有婴儿车了 就是抱一个小孩走进来 有一点慌张就是有点紧张 然后还跟我借了电话报警 黄性女子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这才发现 整辆婴儿车仿佛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 不断滑行了十多公尺 在对接的车站牌翻覆 更幸运的是原本应该坐在婴儿车上的 刚满月的婴儿 被黄性女子抱在淮州 没搭上自动驾驶的婴儿车 刚送大儿子到幼稚园上学 要急着安抚刚出生的小朋友 买早餐 一时疏忽啦 没有将相关的婴儿车上的防滑 安全装置来按下 不论是这辆婴儿车 还是黄性女子的物品 全都完好如初 婴儿车划过四个车道 竟然没被往来的车子撞上 酿成事故 实在幸运 就要一路王胜轩台中采访报导